Oh man 实在是 你是说这个是Hatachi 就是那个日本的公司 让你就做JRET 是那个MRI 那那个Hatachi的公司呢 Hatachi是他们在北美有分布吗 然后不是在美国还挺多家的 然后现在准备在多伦多 就是在招些人 他们是北美总 就是总的HR是在美国管 你现在有几个公司 contact你啊几个 三个 什么状态啊 就有一个我过两次了 然后它是那个是个猎头了 然后是那个公司 我不让你们听说过 不是很大 就十年 叫points.com 然后我查 叫什么公司 points 这很大这公司 不是很大你说 这公司很不错 你知道这些东西 我给你看一眼就知道 现在很多公司都是用它的这些points 这个公司 但是它是有contract的 我不是很想要 哦有 这公司你可以先去的 这个公司很厉害 呀就是这一家 对 这个loyality的program很大 包括中国现在也在谈呢 大概得有百人来人嘛至少 哦对 差不多但是我有我有问过好像就是我认识一个人的朋友有在里面 他说里面的风格有一点点那种macro management 嗯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知道它在美国的这些公司包括这种酒店你看西尔顿什么的都是用它这个points系统 这这我大概能知道因为它实际就是一个积分的系统嘛你看这些你能知道这些什么美国这个american online啊包括airplan啊 现在它中国往往跟谁合作反正像中国也有慢慢的它实际是一个全球比较大的这种积分系统它可以换point的也可以 他就给我发的邮件我给你们读哈这个邮件写的我觉得实在是没有没有什么水平 这公司给你发的啊 不是啊方向公司找猎头给我发的 啊猎头比较差 是公司给猎头发的 好 那我听听说什么 公司给猎头发说我们这边有 嗯 我们这个 我们 到时候咱们就开始 没事 你说 这个比较好的一点 第一点是我们是在downtown 第二点是谈性的工作时间 第三点是你每天想穿啥穿啥 第四点是有好多好吃的 第五点是love the light 是磨合死辈子 with a great lunchroom and rooftop patio 然后还有什么冰箱球呀什么 然后随便喝啥呀什么 吃的这个 我吃的这些东西对我完全不吸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非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台面上 我就觉得特别 他这是一种硅谷式的这种 硅谷式的公司 他的很大投资人都在 这个公司的投资人是在硅谷 美国 他主要走美国 不是 我是觉得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然后他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 放在明面上讲 就感觉是啊我们特别有优势啊 这你要在硅谷的话这个很正常 这个都很正常啊 对啊 就是说他现在都强调这种life balance 就怕你不延续了 太死板啊这种 他这种一点startup型的这个公司 大概知道一点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points经常用嘛 对他就说他虽然有10年 但是还是算是个startup的公司 而且发展很好 但是就是我所了解 就是我觉得特别 我觉得就是那个macro management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点 那你不要太在意 他所有的macro 我觉得啊有的公司说macro macro management 这个不一定啊 看他怎么来定义了 而且你不同的manager 他的methodology管理方式不一样 不用太在意哈 这个是两轮结束了吗 是猎头把我的资料已经给公司了 然后公司会联系我面试这样 先去试试呗 这是不错的呀 像刘老师我不了解 公司还是比较大的 相对来讲 相对啊 对我就想进一个专业的ip公司 那这个是一个专业的这种 就是当然他这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还不是这种小公司 Hatachi呢 Hatachi那公司呢 他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会给我就会给部门的management manager 然后把我的信息给他们 OK 那一关已经过了 这还真是有这个中国奖励 我还真没听说过 这是他们的 好好好 现在我知道他们在扩展中国市场 因为现在中国也在做这些loyalty program 你看他这个客户特别多 所以说你看那个Rata 你还有优势呢 我有啥优势 这个你是中国人嘛 中国奖励嘛 那你今天那个考试那个叫什么 你刚才说M什么 MRI MRI那个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你 叫William那个什么 你把它那个打开好了 MRI啊 对 它就叫 Software Microsoft的 我把它想当着Microsoft 对吧 Microsoft software 这个 对 这是干嘛的这是 这一家 是这个吗 对是这个 A property management 对 那也不一定不好 这也像是一家IT公司啊 这纯IT的好像 也像是纯IT做产品开发的啊 对我找的都是纯IT的就40年嘛 然后 71年就有了 这是在美国成立的吧 对的 俄亥俄州 让你去美国啊还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加拿大 OKOK 但是我可以apply for relocation 对吧 对啊 Why not 他在加拿大也有他的那个office 是吧 对对对 你可以看他那个他是在concours 是在 你可以看他那个在底下 底下那个 对对对就这边 你还可以去新加坡 Hong Kong Australia UK Hong Kong 你看上面 这 还好了开车过去十几分钟 20分钟 也不太小啊 不小 我找我的这几家都不小 看什么 我觉得pines 我觉得比较 比较新 你要去了pines 可能去别的startup这类的公司 比较容易的 我只是这么说 相对 想进startup公司 因为我当时是跟point 我就问他那个 我就问猎头 他说 我说我就想和年轻人一起工作 然后他说 I'm sure 里面都是年轻人 然后我说 OK 那个刘老师和我都已经是老人了 所以很委屈 饶萨的哈 没有我的意思是年轻人的话 就是大家一起比较 我就想找一个比较creative的team加入 嗯 OK 行 那咱们这个都到齐了 咱们因为别弄太晚了 现在是10点20 将来在等那个Jerry和Jasper 现在他们都到了 咱们今天全齐 好 咱们待会我就开始 我先把这个界面打开 从这个开始吧 好啊 咱们这个今天是这个期的最后一次会 咱们到时候还到时候最后再讲 咱们可能还会接着去把这东西再完善 或者再做一个跟杨老师我们再商量 可能会把这个东西再把它做再再公布一下 然后把它更整规化一些 这个其实你看咱们的时间呢 当然这个东西后来做的东西不是跟第一阶段那个 你们谁那个在敲东西吧 不好意思是我忘了那个 没事 没事 那个这个的基本时间咱们看了 从5月份开始到8月份 咱们整整大概三个月 其实就是明天咱们结束按照这个计划 咱们也算是一个完整的结束 咱们所谓的技术点呢 从CRM到大数据到data warehouse 只是automation这块没有差 一个tension呢 按照咱们的第二阶段里的我看了一下呢 呃其实咱们这个要做的就是没有把这个 intention就是到这个CRM 咱们基本做的东西呢就是 找不这个track system呢 用CRM这个东西再加上CRM和其他系统 包括data warehouse hinsight咱们只是从那个抓取数据 而上次咱们也讲了 没有做到那个就是说在大数据处理 只是第一段阶段用的实验一下 然后BI呢做了一个基本的类型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从项目角度 我快速问一下你们有什么update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觉得咱们今天是一个 主要是大家每个人提供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些自己的一个回顾 还有一个对整个这个做项目也好 或者对整个这个团队的一些自己的建议想法 包括任何东西都可以提出来 是这么个的 今天主要以这样 大概我想每个人也就是五分钟左右吧 最多 咱们整具把这个说一下 嗯我先问一下就是从 主要一个是Wendy吧 上次说可能还做一个 还有一个Jerry 你们俩有没有什么新的可以展示的 如果要是有这样我可以让你们先做这个东西 Wendy你有吗 我那个SSSS package可以展示一下 好的那我帮你share过去好吗 好的 然后好的我把那个转给你啊 问题是Jerry完了以后 杨老师可能再把他 你看得交给我一下好吗 咱俩一会可能就会乱了 嗯 我交给你以后可能 我可能就拿不回来了 没关系 先让你去做present 你已经是了 那个Wendy 现在能听到我声音吗 没问题 也能看到你的那个screen 那个这个package 就是说CM系统的数据 到SS系统之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它做成一个package 就是说首先呢 首先这个是trunket的staging table 你先讲一下你做什么东西在transfer ETL主要做哪个table在做 或者做哪个信息在做 他那个Larry给的那个有一个130多条那个信息 找position 对对对对 从那个就是job那个来的 然后我把它从fact 从load到staging 然后从staging再到fact fact再到dimension OK 首先这一步是load to staging 然后我们来的是flatfile 然后我们首先count这个file 这个文件文档里头有多少条 寒数据 然后我们把它load到staging table里面 然后我们再count一下有多少条load进去了 然后那个这个是多少条错误的 没有load进去的 我们count一下 然后再把它输入到错误信息的文件夹里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forcleaning 然后再load todimension 嗯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咱们的staging table 我们先lookup一下 lookup的条件就是说 它如果跟那个dimension里面的什么company name company city company address address什么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数据我数据库就有了 我就不需要load 然后把那个不match的数据呢 我就进行slow changingdimension 如果它只是个别列不match 那就update一下 如果说需要记录的列 那我们需要整理一下 然后再unit unit好了之后呢 我们数一下它的列 有多少列我们准备load进去 然后我们呃 然后这只我们count一下的列 count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直接load到那个最后的 嗯 最后的那个dimension的那个company 那个table里面去 然后这是update那个 我们的file的auditing的那个table 我们记录一下 今天多少个table 露了多少条数据进去 有多少条错误信息 这个呢 就是记录一下我们的logfile 然后记录一下 今天我们哪个package 执行了多少条 然后什么时间执行的 出没出错误 露多少条件信息 就这样 ok 这个你相当于帮那larry做 larry当时也想用那ssis做一次 但最后我你是用program进去的 还是就是怎么导的那个数据 给你绕上那个larry 嗯 这个就是ssis 我知道 上次就说在那之前不已经做过一次 我知道你也 你是是你导进去的吗 还是larry后来也是间接导进去一次 larry larry给咱们发了一个sss的包我打不开 他也应该是这样导进去的 我相信我就说我讲说他是不是跟你这个很像 但是我打不开他那包我看不出看不到 因为他那包是2013年版的 我这是2010的 对 我就说他跟你做的应该是一个意思 通过这sss 对吧 但他那打不开 我打不开 你也打不开 no 差不多应该我俩做的是同一个意思吧 差不多我估计 然后那个cim系统那个bi的reporting那块 我今天进不了cim系统 我在里面做两个表演没法看 ok 然后我这边也就没有什么的 ok 然后你那个就是说上次说的就是说你现在是从数据库这边 然后还是达到那个做了一中间表 然后达到那个warehouse 然后你就说这里边你没做那crm里边的东西 对吧 就是还是在数据库这边 datwarehouse这边没做的东西 对吧 您从这边没懂 我的意思原来是以为你会做一点 就是说从crm这边 会往这个datwarehouse也好 或者你做staging也好 就是说那job checking这个 这个你没做是吧 这个没有做 我就从cim系统做了一个sspackage 到数据库这边 ok 没问题 反正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会生成一个 刚才你说你用staging表也好 或者你从crm生成一个file也好 最后你达到warehouse 只不过你现在做的是这个fact表 原来是想做一个job checking的这个东西 就是从crm里过来 没问题 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cim系统过来的表也应该跟正种差不多 对 意思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好 你得跟larry做那个就是 为他走之前扔那个sss 意思是一样 虽然打不开 行 那我这边展示完了 好的 先让你把 那个交回来 我怀疑可能得让杨老师再把我再交给我 你先你先关上 因为他那边也是用的这个 杨老师你再把那个交给我一下 不许mute上了 杨明啊 哎刘老师你好 那个我你现在是我吗 你得把那个 我给你一下 应该是你啊 那我先你试一下哈 是不是给你了 哦 怎么样 现在到你那了吗 没有 哎 现在还没有 那我在 这这俩之间切换的时候 再来一下 好 来了 ok 现在回来了 那咱们这样 那个我就再问一下那个 Jerry 你有没有那个就是从项目角度 update 没有咱们就可以run table 每个人讲一下 就是有点自有发言这种 讲一下关于这种东西 你有没有就是说 从项目这叫update 我可以也可以share给你 我没有什么update 是吧 嗯 好的 那行 反正你讲自己的时候 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东西 需要以后完善也好 或者觉得这个跟项目 不一定那么直接的对这个 就是说团队啊 或者说以后的想法 包括这段时间的这些各种想法都可以 那咱们这样啊 我就按照这个上边的这个顺序吧 先从Jasper开始吧 咱们稍微控制点时间 最好不要超过五分钟吧 咱们反而争取半个小时左右 把这个东西总结一下 那Jasper你先讲吧 包括自己 对别人 对项目 对任何事情随便说 嗯 然后第二阶段 我感觉 嗯 嗯 操作法 比第一阶段 慢 但是我感觉做的东西 倒是比第一阶段更深入一些 从对CRM来说 就是 从技术的那个实现上 我感觉更为挑战性 做的确实也更有意思一些 呃 呃 呃 尤其您这个项目设计 这个需求 我觉得 挺挺好 然后对我来说 就是也锻炼了很多技术 学到了不少东西 嗯 呃 呃 不足之处可能就是这个 我这边这个数据真实的 一直没有做进去 然后没有 嗯 没有实际 我也不知道是说 算不算实现这个流程 我就是没有真正的 以用实际的数据去演示一下 这个是 呃 我以为是 问题这边会最后一块做 哦 其他的 要求的问题 没没 就是因为你最后 其实已经出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是能有产生一两条 哪怕是从这flow 产生的这个data flow 流过去就更完美一些了 就走一个工作流程 真正的意义 对吧 呃 这个就看你的数据 对 我 我 对我 我对这个做数据这块 就是 不大 不大再好 OK 没问题 没问题 流程其实我觉得做的还是 不错的 就是能把那些意思弄 你包括最后那数据 反过来的时候 已经能够显示 现在就是你说的是 就是从CRM如果做一个online系统的话 我觉得可能咱们需要一个就是 哪怕是模拟一个recruiter 能真正的走一下你这个流程 然后产生一些这个真正的像online transaction这样的数据的话 这个就比较理想一点 对吧 嗯 嗯 但是就是说从你这个架构来讲有了 接着说 嗯 其他对对团队我觉得 这个首先感谢你和杨老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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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设计的这个创意我觉得很好 嗯 嗯 对我也就是确实能感受到这个这个CRM它本身这个作用就是不光局限传统的那种那种 确实是有点FM这种感觉 然后也感谢Wendy的这个这个协助帮了很多忙 这个数据这块 然后那几块技术呢 我虽然很想学但是经线就没有学 感觉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大短时间内掌握不了 但是跟跟其他人在一起合作的话感觉起码看到了别人做的那些东西感觉 呃能能起码有一些印象对这些其他模块的技术吧 起码有一些印象对我后边一些找工作什么可能也有抱 所以我觉得还是说很大 好 行了我就这些 好的好的多谢多谢 啊然后我觉得你这边因为结合你工作 然后如果能把这CRM能够在这东西练一下也是挺好的 到最后我跟姜老师也是有一些想法 根据咱们这个这个这期的这项目吧 到时候再总结一下 那下面那个Jerry Jerry我觉得从头到尾一直呃有时候可能会忙一点 然后包括在这项目之前就已经跟我跟姜老师 我们都有一些至少是认识吧 然后在那个定课的时候 然后后来你我觉得真不容易 包括去多大 然后后来又又做这个东西又有工作 我觉得还是怎么说的能坚持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 而且还还能够坚持到最后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那你应该给我们讲一些随便讲 我觉得大家都现在都快成应该算是朋友了吧 咱们现在慢慢的都已经不光是就说做这个东西 或者是学习了 对我是觉得怎么讲 就是一一我做这个就是感觉还是挺有兴趣的吧 就是说对于social media 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个人出发就是我对social media 就快比较感兴趣 可能最重要就是说想抓几些数据进行分析 因为以后很可能就是说从里面要得到一些信息吧 就是说可能商业应用的就会越来越热的 而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团队呢 就是说大家都有不同的background 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电子工程 可能做硬件开发比较多 软件的话就是说写一些CR什么的东西 但是写数据分析的这种是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 就是说至少以后我觉得 反正就参加这个项目吧 已经学了一些东西 知道至少惯了耳音听了一下 然后知道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该找谁问或从哪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那个其他呢如果下面项目继续做的话 那个就是说我肯定会积极参与吧 但是因为有时候比较忙实在也是分不开身 但是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就是摆出来我会挤range time 把它就是尽量完成 然后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走吧 就大概就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 我觉得说的挺好 就是在你这种工作比较紧张的情况下能够 尤其是把大数据这边我觉得 包括跟Larry一起 还有当时还有瑞达 我觉得反正 其实以前说的比较多 尤其第一阶段是你们把大数据里面 在那个微软这种情况下试验了一下 虽然这期咱们没来得及做这东西 但我觉得是一个基础在这里 这次主要当时做一些抓取 我觉得还是通过一些稍微 虽然说不是完全那么实际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每个人 我觉得从你们这几个实验里头 还是学了不少东西 包括我自己 因为这个就是说项目走的比较快 然后就是说有些东西就是过眼看了 知道他做什么的能做什么 然后就知道大概怎么回事 但是就是说因为也是项目时间比较紧 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深挖的 我觉得这个深挖的这个过程 可能还有以后就是说根据 对这种自己的需要吧 或者项目的需求 然后认真的去仔细的熟悉一下 我估计像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不管是data mining还是像BI的话 就大面上大家可能都太清楚了 但是如果有一个特殊的需求来了以后 可能是需要认真的去 drill down 这种这个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有个learning curve 在里面吧 对 我觉得这次咱们主要是把这些技术点 可能从表面上 但是至少我觉得比比如说大数据也好 或者CRM也好 或者说这个BI也好 我觉得至少是通过这两个一个是假想的 一个相对来讲 靠近实际来讲 咱们自己设计这个东西 我觉得somehow大家就说比那个表面的上 又深入一点 就说我老觉得现在就是好多东西是在说 至少咱们能相对的就说做了一些 当然还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团队慢慢磨合的问题 咱们可能还是在表面上稍微深入一点 但是要想再做深的 咱们还是需要再花一些精力 包括这个项目的设计啊 还有大家的合作啊 还有每个人的这种花的时间啊都需要 但我觉得从在咱们这个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情况下 我觉得咱们每个技术点至少是都比表面的东西都深入一下 也就是说这些可能性的以后的技术也好 操作也好 咱们都至少知道了一些 提供了一个以后使用的可能啊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 是这样子 对好的行 那那个Larry 你说听得见 对我也是从一开始的能做PI 然后现在转过来做大数据 但我觉得实际上做的事情好像没有很大的差别 也基本上也是用 SQL Server 来做一些数据的处理 那我总体感觉是就这几个月 嗯 专项目的话 有一些基本素质就是提高的还是比较快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遇到bug以后怎么去解决它 然后就Google 然后大概如何来设计 然后怎么做比较快 然后这以前的话好像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就从学校编成project 然后到这个development 然后认识上我认为是有很大的提高 嗯 然后啊对对对 然后这个这个system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嗯 嗯 就like recruiter 他可能主要想看的是这个job applicant 不是这个position 但是 但是反过来想想的话 那边也差不多 嗯 那个就是说如果这不是recruiter的话 就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技术是ok的 然后这个应用 因为我们不是商业应用 所以我没有考虑这个东西 啊 或者anyway 我觉得改一改继续往上做的话 啊 还是很有意思 那我自己一个经历就是学校上了一门课 是 是一个设计的教设计的老师ok的老师过来跟我们上课 啊 是画画图 然后做use case 然后上了两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考完了 考完就我们做了一块板 大概是一个软件的系统的设计 然后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又找了一些找了两个朋友 然后外面去问一下 就说哎好像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就我们就开始 这样做一个 一个系统吧 就软件系统 然后也是这这几个月暑假的时候 然后就慢慢把它做出来 基本上就是 当时刻上设计出来的东西 但当时是一个 嗯 从ideation 然后到 到一个prototype的 一个阶段 然后后面那几个月是 把一个prototype 光光光光光 做出来的一个阶段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 从ideation到total type的这个前半部分 结果还是很很不错的 好 Larry也分享一下 Rosa 因为你这个除了这个本身 弄BI也好 数据库设计也好 然后到最后包括设计网站也好 你可能做的稍微的砸了一些 包括data mining第一阶段做了一些 我给你可能从 包括找工作也好 包括做这个项目也好 还有跟其他人这些coordination也相对多一些 看看你有什么 呃 感受 我觉得随便说 我觉得咱们都无所谓 嗯 反正我觉得我学的挺多的 然后 比较好的一点就有什么问题 然后大家也都会很帮忙啊 什么的 然后都会比较 快速的解决 这样就比如说 你就没有那个 比如说 你如果是在工作场合中 你自己如果出了问题 有 就是 很有可能 别人也不知道 是因为咱们就是 大家每个人都在努力的想要解决问题 也是 就是大家一直在 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才 就是 才有问 可以有答 就 我真的觉得在加拿大职场上 能碰到这样一个团队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 然后 就反正我觉得跟大家合作也都蛮好的 就是比如说碰到什么问题啊 就 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然后也挺好的 就 给了我很多 帮助 然后也给了我很多 提法 然后 反正我觉得我也就是为 做这个东西就是想进入一下这个行业吧 然后 也是为了找工作了 就是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学的东西还蛮多的 就别人 至少找工作的时候 跟人家遍遍的时候还是还蛮有的了的 然后 所以我觉得我得到的还蛮多的 反正这个机会蛮好的 也是我当时 就比较 就是 就是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机会很不错了 然后我就比较努力的在参与啊 就学这么东西 然后也希望我做的网站能跟你们找工作 有 就是 进一步的 就有帮助吧 反正 一般他们可能都会问一下 如果他Google找不到 你就让他说 这也是给其他的 如果有想用这个做reference也好 或者放在那个眼上也是一个一个帮助 其实 这个做这个项目 从杨老师我们的一个想法 当时 就是说 像Jerry我们这些可能觉得这个 就是练一些 学一些技术啊 但对你们来讲 可能本身这个过程 在真的就跟你们说 在大公司里 其实真没有这么快做这个 像这个要是 假设这个是一项目在公司 我们可能做半年也 还不一定做到这个程度 就是我指的 当然的内容不太一样 可能比这多 当然人也比这多 我只说我从一个这种water flow这种感觉 要是做这个的话 可能咱们现在也就刚开始还在讨论 因为我们我们经常这种情况 是半年可能什么也没有进展 但也没办法 这时候在现在也在采用这种 agio的这种方法 但因为这种文化很难改 所以真的很难像咱们这种快的去推动 当然也当然因为咱们这种情况 因为开始设计的时候也是比较快 所以有些东西是边弄呃 边调整 所以也会出现一些 比如说一些没想到的东西 设计的不太完美 但实际上agio本身 如果从开始做的话 如果咱们这有客户的话 实际慢慢的话 它是本来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 一个sprint 一个sprint 咱们直播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的sprint 尤其是第二阶段 就相当于好像做了一个deliver 但是整个这个咱们走这个过程 实际上是agio这么一个 一个理念吧 可能他没有完全按照那种sprint的那种遵守 但是我想大家也都慢慢能够体会这种快速周期的这种 这种开发这种概念 对我来讲也是比较新的这种 用这种方法去push 要一般的公司的话 你也没法这么去push每一个人 在每一点在很快的做 在没有时间的情况下 这个也不好实现 这时候的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 就是说从数据库设计啊 包括后来的BI啊 包括你的网站设计 包括整个这个在这个一个环境里头 可能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实际公司里这么一个经验 虽然不是一个这种去挣钱这种公司 但是别人问题了 实际上这个确实很接近这种公司里的 已经接近公司里的环境了 只是咱们经常是remote操作而已 好的 那那个Wendy 你刚才先介绍一下那个SSIS 现在也是把你的这个感受 我想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找工作经验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包括其他这些training也好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你自己的一些有什么想吗都可以 我觉得项目很好非常好 因为我在网上学的那些东西 我老感觉原理物理的 感觉不知道那实际该怎么运用 然后参加这个项目 就让我就彻底把网上学的那些东西 就实际运用起来了 然后对我找工作也非常有信心 一直都没信心去找工作 参加这个项目 我现在下个月就开始找工作了 那太好了 这个是我跟姚老师也是开始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想通过这种 然后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些这个环境 然后增加一些信息 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也是一个目的 你还有什么个人的一些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互相帮助 互相协作 然后从大家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 也很谢谢杨老师和您 您对我们的指导 知道了非常多的东西 这个没事 好好好 行那就这样 咱那个 让我说完以后 我再简单总结一下 然后让杨老师说一下 就说 不是说总结 这个团队 我觉得从开始那么多人到最后 能够坚持下来 我觉得刚才就跟我 显示这个一样 我觉得这个 咱们实际上真的是 将近三个月吧 我觉得包括周末 包括后来当然频率低一点 能够把这时间坚持下来 很多人我相信都建在我自己中间回到国 就说先不管这项目本人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这种commitment 就是已经是我们当时很觉得就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包括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 commitment 实际上咱们这三点 我认为大家 就是在咱们留下这些人里头 这些都已经做到 从开始那么多人慢慢慢慢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坚持很重要 尽管这些最后可能不是那么完美 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之中 不管是从学知的角度 找工作角度 还有其跟别人合作角度 多多少少都会学到一些以前可能没有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提高自己 为以后不敢 我想找工作也可以 然后继续在咱们再做项目也好 或者哪怕以后的私下的合作也好 也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挺好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代表我自己吧 感谢大家这个三个月来的这种支持 配合 虽然咱们见面不多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互相了解 互相支持 这个也算是把这个 我跟杨老师设计这些东西 也算告一个段落 然后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说下边我跟杨老师想法 现在不是完全很成熟 我们也不是说把这两期做完了以后 当然当我们设计这两期就想 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束 我跟杨老师主要是想把这个环境想固定下来 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两期试验 然后呢慢慢的有两种可能吧 一个是固定下来 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环境 当然这个固定下来 可能需要把这个环境稳定一些 就是把每一个模块尽量做的那个更完善一些 不管是通过云也好 还是通过一定固定的这些 以后找一些story也好 把咱们试验这东西能够相对标准化一点 然后正规化一些 把这个lab这个环境保存下来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这个可以提供 比如像Jerry刚才讲的 可以继续在这上去 通过这个已有的项目也好 或者再创造一些新的项目 然后把它去练习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大数据更深入一些 包括编程也好 还是采集数据也好 然后呢同时比如BI CRM都可以在这个相对真实的环境里 继续往深入走 同时呢也把这个环境呢 作为一个 比如有training以后 可以给他们作为实践的 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还可以呢就是 从做比如做consulting角度 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给客户展示这么一个 一个平台 也可以作为客户的一些东西的 前台的一个POC也好 或者其他的这种 尤其是跟这种 比如CRMBI有关的东西 可以拿他的东西在这场呢 先做一些实验 或者做一些configuration 这样可以帮助去做一些consulting service 所以大概能够想把这个 就从今天结束以后呢 明天老师可能也可能跟你们几位 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这个环境项目 再把它相对的稳定一些 固定一些 然后珍贵化一些 可能还要做一些document 把这个作为一个package 刚才我说这三点 一个是从lab角度 提供大家更深入学习的一个基础 然后还有一个是给 比如其他学院的一个练习场所 然后还有一个 提供一些consulting service 这么一个环境 然后把这个呢 可能再扩展一些 比如把sharepoint 还有咱们没有实现这些automation 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再调整一下 但可能不能再叫项目 可能是把这个咱们已有这些东西呢 更细致化 更正规化 这是我跟杨老师大概初步想的 这么一个想法 所以这也并不是完全好像这一cut 大家就没有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想给大家 能够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中呢 能够继续的提高自己 然后你们也可以贡献 就是说以后更学到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再让杨老师再补充一下 或者因为我们这个也没有完全把这个思路都弄好 但是大概是初步是这么一个想法 在今天结束的时候 好吧 杨明你讲了 好吧 哎呀 谢谢 受益匪浅 听大家说了刚才的一些感想 还有其实我们是更希望听到一些reflection 就是怎么来改进我们整个的一个比方项目的实施啊 项目的交付啊 包括项目的设计啊 那个 谢谢刘老师和大家 那个 我们是讲 刚刚刘老师已经说了 就下个阶段 其实我们 我还是说一下前这个阶段 我的认知吧 首先我自我批评一下啊 其实在这个阶段 第二阶段 我们是想做的更多的 包括sharpound 我们想集成上来 然后那个same这边 呃 其实那个比如jessiper和vandy都做的非常好 vandyfocus在这个数据方面 是吧 jessiper在这个业务流程的设计方面 其实呢 但是我跟刘老师分工 也是刘老师负责数据 是吧 然后我负责这个这个same看多一些 其实呢 说实话 在这里面我们的same这边呢 jessipervandy做的都很好 但是呢 其实说实话 我的给予的这个参与和指导不够 是吧 所以后来jessipervandy 已经很少打扰我了 这是因为我的这个参与不够 知道吧 因为也许吧 我又在给自己找借口 可能是太忙了 实际上 这不是一个好的借口 所以说 呃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结果 确实是不错的 因为那个 第二个阶段 我们更加拿入档了 更加那个 就像那个刚才 刚才jessiper也说吧 就是 虽然第一个阶段 我们项目设计的比较大 很大 但第二个阶段 我们相对来说concrete 是吧 非常挑战 其实我当时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们三个月能交付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三个月大家能做到吗 但是今天我们都做到了 就是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就是大家努力 共同努力 取得的成绩 然后呢 说实话 这三个月 我不但从技术上 full coverage 就现在 现在我们再谈到技术 CRM技术 包括那个 data warehouse 包括大数据 其实我们的技术点还有在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但是呢实际上 在我看来 我觉得一种成果 那么说 我也在跟刘老师 我们俩一直在说 这个大家凝聚起来不容易 然后大家现在去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是 其实就像我们爬了爬 爬过了一座雪山是吧 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那么说我们后来也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 我们还会往前走 那在这个阶段可能我们在这个时候 开始的时候可能比如我刘老师 那开始有泽民黄教授是吧 我们应该他们 我们来总体来规划设计 这个我们的项目的实施 那下一个阶段 我们我想应该大家对吧 我们都是一个设计者 我们都是owner 我们都是这个项目的主导者 我们来共同来完成我们真正的一个 就下一个阶段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设计 和开发 所以说在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对等的吧 我想刚才知道说 我还有刘老师 还有我engage 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同事 然后呢我们来共同设出一个向 我们有一个大的direction 有一个大的方向 现在在我们心里头 所以我们希望把它真正的落到地上 落到地上 我告诉你啊 大家都说落到地上 其实在企业里面很多说很多landing landing landing是最困难的 但是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在第三阶段 要它真正的落到地上 那就是把什么落到地上 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说 这就这么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刘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在上面的贡献 谢谢 好 那咱们今天也正好 虽然是开的晚了一点 但因为大家可能 说句实话 可能 尤其咱们中国人在一块 可能很很难 给他对方提意见 但我相信大家 如果私下有什么建议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不论跟我也好 跟杨老师也好 或者给对方提 我觉得咱们也都 尤其在西方待场了以后 咱们也都以后 能够 我觉得这也是在 西方以后 咱们学的多一点 就是能够开证补功 都不是personal 尤其是有一些良好的建议 哪怕一些听起来 不一定那么舒服的东西 只要能够给大家 互相提高的话 也是应该可以 但因为今天可能 在这种集体的环境下 这个我也能理解 包括在公司里头 也是有时候开这种会 也是很难 听到一些 就是说相对尖锐的一些 但是没关系 大家是私下 都有些什么想法 也可以提出来 但我的意思 大家就是为了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希望学到东西 能够把这个集体 大家都提升一下 这个项目 刚才杨老师讲 咱们如果能下阶段 把它做得更 当然这个可能就不是项目 就跟杨老师说 咱们一个落地的 一个东西吧 咱们把它再 如果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可能还能会 再往前走一步 但是咱们在今天呢 我最后的就是说 咱们把这个三个月呢 算是搞一段落 通过两个这个 Face 两个Sprint 一个是假想的 一个是这个相对真实的 咱们通过实现一些 困的这些东西 就算做完 然后以后也可能会 一些总结 哪怕可能会针对每一个人 可能会问一些 然后咱们把这些 会再总结一下 树面化一下 然后环境可能再 再搭的更 更 怎么说呢 更完善一些吧 好的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补充 如果 没有的话 那咱们今天 就开到这 正好 差不多 11点钟 就跟我说的大概 从10点到11点 咱们把这个算是 你这么能继续吗 就说 这个从项目角度来讲 就是咱 按照咱们的计划来讲 就算搞一段落 但是刚才我讲的 跟杨老师初步想了呢 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固定下来 就说你可能会在这上去完善 但是从 现在咱们就说 这个原有的计划里面 算是一个 但是说这个环境 我们会把它再完善 把咱做这些东西呢 会把它保留 然后包括一些文档 整个这个 刚才我讲这几点 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做成一个 比较固定的这么一个lab 然后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会更 也可能会实际化 比如把这东西转换成一个产品 或转成一个服务 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比如学员的实验的这么一个环境 包括给大家呢 作为一个比如说 自己试验一些新的技术的这么一个lab 这些都是有可能 就是说项目本身 咱们就说刚才我不是很完美的这么一个 就是把每一个这个就是这个core的这个核心的东西 从CRM大数据 咱们这次当然不是叫大数据的 可能是这种抓取数据吧 然后到Data Warehouse到BI 就是这个四块 咱们算是通过这个GTS这么一个job 这么一个东西给做了一遍 第一阶段我们也也把技术点也做了 所以这两个呢就相当于相辅相成吧 把这些技术点和我们能够做的这种实际的这种 跟实际工作结合这些 叫做business的东西也揉进去 这就是咱们讲的这个 刚才我讲的一个是就是end to end 这么一个系统来实现 但是这个后台的那是技术点 从前台来讲呢 是一个end to end 一个business 这个算是一个段落 那我用了问题 我还在咱微信圈可以问大家 当然当然 这个这个集体并没有结束 我只是说从咱们这个项目 就算是 因为你做任何公司 咱们都希望有一个有始有终 然后再开展的话 咱们可以就说是一个 另一个阶段 这个按照咱们的计划 把这个东西搞一段了 需要总结的东西 需要再提高的东西 咱们再可以放到下面去 好吧 好 谢谢刘老师 没事 好的 那咱们今天就这 你们没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那我就补充一点 刚才杨老师说 刚才杨老师说好像第二阶段 比较少打扰他 那个我不知道问题的情况 而我这边因为找工作暂停了 这个工作找工作方法没有事 要打扰他 然后这个项目上 就是我个人习惯于反正先自己找那种方案 基本上都是 然后基本上都是自己能找到 这个如果确实没找到的话 我会想咨询他 但是好在是好像自己都找到解决方案了 也就没很少联系杨老师最近 没事 以后还可以接着找 我先补充一下 好 但是你说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就是 大家分开写一下 一些description 就我们这个如果作为一个proof of concept 或者这是一个这个project 他的成果 是需要的 要一个简短的一个东西 然后也可以放在网站上面 作为产品展示 也可以放在我们的简历上面 作为经验的大致的描述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刚刚我说这种文档化 这个呃 从现在开始 我觉得呃 不管是你大概这样再去做一些呃实验也好 我的意思就是每一块如果可能的话呢 大家做一个书面的总结 就像文档一下 不一定很那么细 但对自己的模块 比如CRM 如果你从那个刚才你数据抓取这部分 或者Jerry从大数据这角度 然后Rosa从BI 包括刚刚这个设计 他可以也做了一些 再加上Data mining 如果每人能够通过 可以从网上找一些参考 如果找咱们那个东西 结合这个job 这个tracking 这个东西 当然因为这个project咱们写的这一场呢 因为比较简单 确实这个埃照系统的话 它本身就是文档比较少 就是强调这种成果化 或者这种过程这本身 就是通过看这些demo 或者是这种演示 所以文档本身是少一些 单单确实要在公司里头 要每一部分 还是要写 写一些这些东西 如果我 所以我觉得那个Larry建议挺好 如果可能的话 大家写一写 然后我们通过邮件 然后必要的话 可以在开个会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交流一下 好 这个建议很好 就跟我们想的 下一阶段 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杨老师可能还会去drive这个东西 这个文档化 好 还有什么建议 Jasper Jerry Rosa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包括你们要是需要弄一些meeting的话 这是跟这个不一定project的 你们发邮件 或者打电话给杨老师 我们咱这个弄个这种online meeting 不一定大家都起来的话 也是很容易操作的 其实这个这次咱们也算练习了一下 各种的这种remote 这种操作的工具 演示的工具 录音的工具 录像的工具 这好多东西都没 以前可能都没用过 或者没用那么多 包括teamviewer 这个本身也是为以后 包括做其他项目 还有包括这种远程的操作 offshore这些练习啊 这都是 觉得也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经验吧 好 那咱们就到这里 正好也是周末 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 这星期正好也就没有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事情 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 把你们那个 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环境 可以再完善一下 如果能够有什么文档 需要大家交流的话 咱们通过邮件 通过那个微信 发邮件打电话都可以 咱们还可以继续交流 咱们只是今天把这个项目 算是在这第二阶段 做一个close 好 再次感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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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